這次立法委員的補選 我覺得他有一些 敏感的一個政治指標 而且是還滿重要的 一個政治指標 因為台灣的政治 有一個鐘擺效應 就是我們長期觀察 台灣的政治 我們發現台灣的政治 都有個鐘擺 而這個鐘擺效應 他通常的週期 在過去18年 一個週期 然後他的鐘擺裡面 我們會發現 就是說執政者 例如說剛當選的時候 那個人 如果說他的執政績效 不好的時候 兩年左右 他的先是首長的情況 會出現一些變化 那麼再過兩年的時候 他的連任之路 他的支持度 就會再往下走 然後再過兩年的時候 他開始進入大敗 再過兩年了以後 他整個政黨的群軍覆摸 那就通常都是 這樣的一個鐘擺 所以他的一個 整個週期是8年 這一次的立委的補選 我們可以看到 是不是在加速 因為從蔡英文上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 兩年左右的時候 他的縣市首長就大敗了 而這個縣市首長大敗的時候 剛好由於有幾位 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他們當選了縣市首長 所以他們本身依法 他們必須要改選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了 如果說在這一次中 假設民進黨把他重要的選區 他又輸了之後 這個鐘擺效應就很明顯了 而且他是加速進行 相當有可能就四年 就完成了這個鐘擺效應 因為在前一段時間的 台北市跟台中市的一個 立委的補選裡面 看起來沒有變化 因為即使台北的投票率是三成 可是民進黨守住了 一藍一綠 對 就是台北的投票率反而高 他是三成 可是民進黨守住 而台中的投票率才兩成五 國民黨守住了 所以看不出他的變化 可是這一次是世襲 世襲裡面 目前彰化跟金門 如果國民黨都守住 那就關鍵就在於台北跟這個 新北的三重跟台南 因為這兩個是過去以來 那麼是綠的長期的執政 如果這一次被翻過來 也就是說新北民進黨輸了 台南民進黨輸了 這個時候我們覺得 這個訊號就太強烈了 也就是說整個鐘擺完成了 鐘擺完成了以後 他就會影響到再過這一年多 就是2020年的總統的大選 這個不但是總統的大選 民進黨很有可能會輸以外 包括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這個情況下 也會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而這個立法委員裡面 民進黨過去在四年前的時候 他的分區是有50席的 他的不分區有18席 所以政黨票有18席 相當有可能民進黨一萎縮 例如說現在我們看到 他的支持度都在減少的時候 一萎縮到只剩下兩成多 例如說以蔡英文的選票來看的話 如果一萎縮到不到兩成的話 他的這整個不分區的 這個立委的歧視就會大量的萎縮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他的分區立委中 也可能會隨著民進黨 跟蔡英文的力量 一直往下走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區域的立委 都有可能會敗選 這樣的情形 民進黨會從國會裡面的 最大多數黨 很有可能會沒有辦法超過半數 變成一個在野黨 是徹徹底底的在野黨 所以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他面臨非常嚴峻的一個考驗 然後再加不停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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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